HELLO 大家好我是諾斯奧 今天的話我們來繼續進行 與我們新秀特訊 那我們今天所要做的球員的話 就是我們Alice Cantor Alice Cantor在前個賽季 來到了波斯特賽亞提克隊 出戰72場比賽 並且拿下場均11.2分 11個籃板還有1.2次的助攻 其實整體戰機來說還算不錯 但這個賽季基本上他完全被棄用了 沒錯賽季至今為止 他僅僅只上場了兩場比賽 並且每場上了5分鐘 那他場均2分兩籃板 所以在這個賽季 波斯特賽亞提克隊 應該不是把Annex Cantor 當作主要輪替之中的球員 那我們現在的話就回到了他的新秀年 也就是他在爵士隊的那一年 他即將跟Golden Hayward Promel Severy 這兩個嚴骨城當時非常強力的球員 一起打球 那我們這邊的話來斷念他個幾年 看一下他到底可以拿他什麼樣的能力 那至於為什麼我最近會做Annex Cantor呢 呃... 懂得都懂 那我最多就提示到這邊了 如果各位是第一次看我們這個影片的話 請按下方的第二鈕並且開啟小張 隨著觀眾們最新的影片動態 也可以加入我的頻道會員 解釋我更多福利哦 好那賽季開完之前的話 我們將所有的這個 關於執教方面的人都已經填滿了 那Quinn Snyder這個還是一樣流展 那除此之外的話 我常常教練是給Mike Stafford 這個情況下的話 他應該是可以好好的斷練 我們內線的一個能力 然後我這裡我挺希望 就是我們預備說 未來Annex Cantor 是要做一個外線三分球的一個投射的 所以我這邊想要給他做一個 外線三分球訓練的部分啊 中風位的外線得分 這樣子應該他能夠斷練起來 我希望啦我希望是這樣 他目前三分球評分的話 大概只有45評分 算是相當的低 然後內線跟外線的防守 都基本上是處於沒有的狀態 但是籃板方面的能力 一開始就還算不錯 哇這邊潛力值只有B呀 哇這個感覺想要練起來有點困難 不過沒關係 我們這邊把替補的球員的時間 都給他降低一點 然後多讓他上場一下時間 好那我們現在的話 先直接來到季中吧 好現在的話我們來到季招 那目前為止的話 我們戰績是來到分區的第七名 其實以這樣的一個 Golden Harald的新秀能力來說的話 算是相當不錯 那我們的Centor的話 目前為止上升一點評分 但是看起來他這個時間 被代替掉了 但這件事情本身是不行的 大家怎麼看起來那麼累的感覺啊 那把他弄成低的好了 我怕受不了 目前Centor的三分球部分 只長了一點 然後他的匹配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但感覺起來我們要練起來還需要一段時間 不過我覺得我們可以先 至少交一個合格的控球後衛 在這個時間點的話 有哪些控球後衛是還可以的嗎 那我們這邊就交一個Wildurin好了 雖然我對這個球員沒有什麼太多的認識啊 但是看起來 喔他曾經是馬斯隊的球員是不是 好我們就先做這本交易案 接下來的話 我們要讓安斯堅德有個導師 我覺得安斯堅德的話 可以跟我們的Paul Meltzer去做這個學習 但是看起來好像學不太到什麼東西啊 但就先放著吧 反正我希望他有招一日可以被練起來好不好 我們練個防守領袖 我覺得他現在防守能力真的是 極需要增加好不好 除此之外 今年的話看起來應該是休閒這樣子 好了 那我們就直接先來到進步吧 好現在來到進步今年的話 Donway是拿下最有家的球員 Germeline最佳新秀 喔呦 蘇豪哥哥 John Livingston是拿第二人 LeBron James最佳防守球員 Ju Holiday現在進步講 Postra這邊是拿的最佳教練 哇他要69x13敗啊 可以 當時的媽咪熱火隊就是這樣 那本賽季戲劇第9名嘛 過不過其實我覺得無所謂啊 哎呀一開始就被淘汰了 沒關係 在本賽季的話 羅萬金虎人隊 一路挺進到總決賽最後 芝加哥共和隊也挺進的總決賽 是輸給亂金虎人隊啊 Postra最後是拿下我們的FMAP 這個情況下的話是我沒想到的好不好 好來看看本賽季 我們的選秀權的話是第幾順位 我們的選秀順位的話 是僅僅只有第二輪第17順位啊 非常的差 所以我們今天可能只能透過交流的部分 來做這個補強啊 啊 這個閃電我們還可以選誰 應該啥都沒有了吧 好我就選他 然後試著去把他交流到更好的球員 媽可以嗎 Warton 沒有Barns 我們沒有人可以讓我們的控局會更好 說實在的 新秀時期的Everphonia 我覺得Everphonia是一個可以理解的選擇 他未來應該也是能夠成為一個不錯的輪替球員 今年Edson Davis是拿下這個狀元 沒有什麼大問題 今年我們有非常巨大的新資空間 那這裡當然就是得要先報價Chris Paul 我跟你講報價Chris Paul就是頂心直接砸給他 啥都不用想 好今年的話我們要到Chris Paul 但是Paul Millsap很有可能會被我們放棄 我們不能放棄Paul Millsap 所以這邊的話可能必須得做一些交易案啦 不然把Mobiles給交易掉 Woodery這邊也得交易 心資上就去換一些比較沒有這麼貴的 又或甚至是直接換一個選手拳 其實都可以 直接換這兩個選手拳了 欸這兩個很讚喔 好這邊我們用三個選手拳換對面四個選手拳 所以我們未來是很有幫助的 好就直接這樣換了 Paul Millsap還是不能要來 那表示說這邊Paul Millsap就只能放棄了 但既然要放棄他的話 我們就得試看看找到更多有用的內線 Josh Smith 我們不知道心資上可不可以要的過來 欸可以 那我們就只能把我們的Paul Millsap給放棄掉 但是我們要到Chris Paul加上Josh Smith 這組合是還不錯的一個選擇啦 好今年的話我們來看一下球員發展 我們的Ans Cantor上升了一點評分啦 算是相當的緩慢 他的三分球是不是一點點突破都沒有 上升兩點 太慘了吧 我覺得他練三分九是一個可以行 那是很緩慢的事情 但加油 慢慢來慢慢來 他有一天可以起來的 我們的三巨頭加上Cantor 有一天這個組合會名洋海外好不好 好現在Paul Hairward Smash 跟這個Cantor這幾個人 組成了一個非常優秀的組合 但我們的二號位呢 確實非常之爛 Golan Hairward打二號位吧 不然我們這組合沒法打了 但我們這邊的話還是要讓他來做這個學習啊 不知道Cantor跟Progress學習能不能學到一些東西 被難推進者 閃罵都學不到 真的難受 是因為他本身的那個 潛力值太低嗎 還是我們要先讓他鍛鍊一些 他可能學起來的東西 也是啦 如果今天我是一個中鋒位 我每天被人家叫說 你趕快去學三分球 你趕快去學三分球 我打一打我也不想打 先讓他學內線得分好了 然後Hairward這邊的話 也給他練中等 然後JR Smith給他練攻守兼具 希望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我們能夠繼續 獲得更好的戰進 好那現在的話就直接來到集中吧 現在的話來到2月15號 那目前我只能來到 哇分區第一名啊 果然有Chris Paul就有肌肉賽 非常之牛逼 Anus Cantor 哎呀 上升到快要80點了 目前為止三分球 緩緩的上升 但我們最主要看一下 他的這個 內線的一個籃板防守 哇 籃板已經有快要到90了 速度上可能還需要再慢慢上去 但是 那潛力值呢 呃還是很低 其實我挺好奇他 他到底最後上限可以到哪個地方呢 我覺得他這邊練運動能力好了 然後看一下有沒有需要做交易的部分 然後Programs這邊看一下能否交易到什麼球員 好 我覺得交易Tony Allen 很好 我們確實需要這樣子一個 非常強力的 防守球員 Catarum沒必要 我覺得乍看之下 肯定 100%得是我們的這個 我覺得乍看之下 100%肯定得是我們的Tony Allen 我非常需要他的防守 好 我們又可以讓Golden Herbert 打到他最擅長的3號位 各位可以看到 外防88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好 我讓Candle上場40分鐘 讓他慢慢慢慢的練起來 好了 那我們現在換取直接 先來到進步吧 我們現在來到進步 今年 最有價錢就是我們的Chris Paul 真真的是他生涯年了 然後長去25分 S&W 追加星秀 Talmas 追加第二人 Leaner 追加防守球員 這個 他眼看就是Yukic 你不要騙我 然後Chris Paul 拿下年度追加第一陣 今年西區第一名 然後西區這個時候 還不需要害怕什麼 禁中武士隊啊之類的 我們只要害怕 奧瓜哈馬雷霆隊就可以了 然後獨棄俠隊那個時候 還有我們的這個 Dorkynoweski 可能也要稍微奠記一下 現在季度賽的話 就不能讓他繼續練兵啦 但是他今天 看起來 場均15分啊 我先講 這個球員是從其他人 三分上改過來的 所以他這邊 前面還會多打一點 你不用在意這麼多 場均17.9分 10.6個籃板 但是他三分球 還是不太敢投啊 不過沒關係啊 有一天你會投出來的 好 接下來看一下對決 對決戰 對決戰 1-0 2-0 3-0 4-0 直接淘汰掉 那接下來的話是 三分精快隊 精快隊那個時候 應該還有Android Goddard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人真的 長相真的是有夠像優格子好不好 小前鋒版優格子 怎麼那麼可怕 Galennari 阿萬 Javon McGee 哇 Demelie勒 新秀的Demelie勒在這個精快隊 然後Android Goddard已經去到其他球隊了 沒什麼問題 這個球隊還是出身之毒啊 那我們這邊就不用這麼的害怕對手 1-1 2-1 3-1 哎呀 果然要來對決奧克拉特馬雷霆隊啊 雷霆隊這個時候肯定是三巨頭齊巨的那種啊 噢 卡麥霆艾森直接 哇 Kevin Dremde離開了 但是卡麥霆艾森來了 哇 這個組合說實在不好打 等下可以進行裡面稍微了解一下 哇 麥霆隊在東區已經被淘汰掉了 哇 他被寶力龍打爆了 這個也真是前所未聞 好 我們來看一下 1-0 2-0 哎 居然2-1 2-2 果然 天王山之戰 3-2 哎呀 水啦 那最後這陣子的話 我們來稍微了解一下 我們這個組合應該是可以贏一下這場比賽的 好啦 我們十分之強好不好 進去三分鐘稍微玩一下 好 Westbrook 這邊給他卡麥霆射你 這個中距離 拿下來 好球 打拆 換防囉 背身 直接開扁 上來好球 哇 今天拿14個籃板戰僅拿4分啊 嚴格來說他就是屬於那種 很強力的功能型球員啊 哇 這個翻身 美如絲美如畫 卡麥霆射你 哇 想像一下巔峰時期的卡麥霆射你 打球真的就這麼可怕 來 哥倫哈威爾 大空檔直接拔到起來 好球 居然包夾我 然後放我們加 哥倫哈威爾的 這真的是不要命 內縮 哇 你還敢在那邊虎曉欸 看 你就直接頭頭還好一點你知道嗎 在那邊跟我嘻嘻哈哈的 在Chris Paul旁邊的 所有中鋒位基本上都會有不錯的一個發揮好不好 翻身 哎呀 這邊 被攔下的包夾 以巴卡你不可能就這樣子 打下去的 包爛他就可以了 不用管他啦 他居然 這樣居然進了 好猛喔 來看的 被攔推進折 翻身上去了 哇 這球 居然沒有拿下來啊 喔 Jai Smith現在打到中鋒位是不是 可以啊 我們現在是 找對方十個META好不好 小球中鋒從你我做起啊好不好 猜 欸欸欸 這個叫Tony Allen來打控局會 這個是會死人啊我跟你講 不要亂打好不好 不要亂打 我把他打 哇他串球爛成這個樣子好酷喔 哇 鎖爛的康尼欸 直接把他鎖要尿出來 好啦 那我們這邊就4比2把對手擊敗了 最後是107比91 我們贏一下這場比賽 那我們今天也看到 NS Cat的本身表現能力 就是他籃板強到外掛 那他其他得分屬性上的話 幾乎是一點都沒有啊 今天卡曼安德拿下27分半籃板 5助攻1超級1足攻 威斯布洛克拿下13分3籃板 9助攻2超級1足攻 Cabin Martin拿下13分1籃板 3助攻1超級 Suri Shebacca拿下12分11籃板 然後見Goran Heiward拿41分啊 非常之鬼 Chris Paul拿下23分4籃板 14助攻1超級1足攻 好 我們的NS Cat的今天拿下 哇 哇 這兩人價錢拿30顆籃板 真的是有過噁心啊 接下來就來看是對決綠戰軍 還是對決這個保綠龍啊 我們就來看一下 又是保綠龍上來啦 哎呀 保綠龍我們 任意看不到好不好 哇 Tracy Magrady 時間走的話 應該那個時候他應該已經不會 這麼強力的得分啦 哇 場軍20分欸 好 沒關係 我覺得 有可能會輸他們喔 說實戰 1比0 1比1 2比1 2比2 我們這邊來看一下 應該是可以打贏他 哎唷 直接錘爛欸 好扯喔 我們今天影片稍微了解一下 最後這個情況 好 兩個Chris Paul的對決 好 直接撞爛 欸 主打犯規 大西瓜咧 這個到底是兩個RagerRondo 還是兩個Chris Paul呢 這個我也不知道 T-Mac 換防 貓王我覺得他可以不用那麼擔心啦 直接籃板拿下來 OK 可以Chris Paul 下擋拆 翻身 哎呀 球沒進 籃下 好球 T-Mac真的是煩老煩童欸 直接撞他來了 好猜 來一顆 哎呀 感覺有機會欸 感覺真的有機會 我剛剛那顆算中距離 他中距離算是還OK的 是難投的 喔 Grady 再一個中距離 哇 這拔幹中距離真的是好看 你不要手那麼緊嘛 來Chris Paul 籃下 再上籃 好球 這一個妙傳好不好 我們在今年很快就要拿到總冠軍啦 Grady 可以 哎呀 沒手到 擋拆擋拆 內線 感覺有機會喔 上去上去 可以啊 漂亮 啊 那球不送我助攻喔 哇 麥克瑪迪 不 一個大啦 再一顆 好球好球 我總覺得安娜斯卡特好像要跳不跳的你知道嗎 還是他累了 來擋拆擋拆 再一顆 有一天我會試進去的 有一天我會贏的 好啦 那目前為止的話 是現在3比2 目前為止的話 應該是可以拿總冠軍沒什麼大問題了 今天 那我自己覺得我們應該今年是拿總冠軍沒什麼大問題啦 因為對手對我們來說就是一群老弱病殘你知道嗎 我們很難是輸他們的 好 最後的話我們拿總冠軍 Chris Paul拿43分4籃板13助攻 安娜斯卡特今天拿下雙十 兩個雙十 一個準大三元 一個大三元 就請問你這怎麼輸 好不好 總冠軍說我們Chris Paul一定是拿下FMAP 恭喜 來到一個好球隊啊 這個就是直接帶你住套房 好 我們在去年獲得四個選右拳啊 那今年的話我們是直接有沒有機會 看一下 我們的第七順位是 跑第四 讚啦 那今年又有選右拳 又有這個總冠軍 奧托波特 Rudy 狗貝爾 這個就有機會了對不對 這個就挺舒服的啊 好不好 非常之優秀啊 他要練不容易一點 但是一旦練起來 我們原地起飛 好不 我們的狗貝爾是在第二順位被選到 這個也沒辦法了 我們以邏輯來說 我們會選Yanis at the Combo 是可以接受的 接下來我們還有什麼選右拳嗎 我們在第三十順位還有一個選右拳 這裡的話就可以比較自由的選一個 喔 我們這邊可以選Covell Poe 那也不錯 他是一個能夠在外線投籃的能力上還不錯的一個球員 本賽季的話 沒有什麼特別需要補的球員 Rennon Roy 這邊我們需要補嗎 補個奶奶進來 然後幫我們做這個鍛鍊的部分 就是你也不太需要上場太多時間 今天我們的Kent上升了三點評分 非常之優秀 果然是我們一開始給他走的方向有點錯誤啊 就是讓他去練三分九 我想逆行於時代啊 但最後還是只能讓他順應時代 你知道嗎 但至少他這個潛意值要慢慢上來 是可以的 Chris Paul現在是當打之年 然後我們Yanis就讓他慢慢的練吧 那我們在本賽季的話 擁有了這個十七個球員 那我們就把一些球員交易掉 包含了Hustle Nagira好了 Nagira換掉 我們換一個巡遊拳 修士頓火箭隊這邊的巡遊拳嗎 他加個James Jones給我們 然後 我們用三個球員 然後去換對面一個球員 加三個巡遊拳 賺 真的賺 這樣子的話我們陣容就穩了 就直接來下一年 今年我們讓Coldwell Paul 就繼續在場上鍛鍊 然後一開始的話我們讓Yanis去 好好當作一個三號去培養 然後Kent 跟我們的這個奶奶做學習 貝蘭推進者 我覺得貝蘭推進者是一個蠻重要的徽章 對他來說 然後崛起 讓你學下崛起好了 然後讓Yanis去打替補第六人 這個陣容非常的優秀 好 今年第三年我們就繼續摸摸到季中吧 現在的話來到這個季中 我們今年一樣是拿下這個分區第一名 然後今年Skender來到了81平分 然後Yanis目前為止來到78 這個組合真的是黃金組合 你想像得到所有屬性他們都有 得分 助攻 籃板 防守 三分 什麼他們都有 但是我們這邊還是要看一下 Kent目前為止他的這個 籃板能力不需要再做任何的經濟了啦 那我們這邊就給他練進攻好了 進攻應該是包含全部的進攻 無論是三分球進攻 無論是內線的進攻 他應該都有 所以我們這邊就是會讓他得分能力更加出眾一些 然後我們的Chris Paul這邊可以給他練高難度一點點 再想像一下我們還有沒有需要做什麼交易案 Oni這邊其實可以不用了 加個Gibson 然後還有Henrik 我覺得我們缺的球員喔 Sean Levinson不錯阿 他是一個中距離大師阿 我們在這個情況下的話 會有更多元的得分手段 好 我們就冠個Sean Levinson 哇 絕對的替補第六人阿 Sean Levinson就來了 就打個八輪輪梯吧 控球 小秦鋒加中鋒 替補組合最完美就這樣 好啦 那今年結束的話 我們下年就直接會變成我們最後的一年 好 今年2024年 時間走來說的話 預計是2015年 在那個時候 LeBron James並沒有去到克里芬旗隊 一樣是留在麥米弱隊今年 LeBron James拿下最後一家的球員 North Noel拿下最後一家的球員 North Noel拿下最後一家的新秀 Toliverr最後一家的第二人 Quietlander最後一家的球員 Porter這邊是拿最後一家的進步獎 Snyder 哇 62勝20敗 非常之牛逼 今年我們一樣保持在唏噓第一名的姿態阿 那今年我們的Canton一樣是81平分阿 可以看得出來我們的這個組合 應該在季游賽可以無枉不利阿 本戰界XCanton拿下場均14.5分 9.2個籃板一次的助攻 還有0.7次的超級 0.5次的火鍋 然後外帶2x8的三分球命中瑞 他終於願意投一點點三分球了 但是他三分球的投射部分的話 是38頭11中 至少是能投的好不好 我們來看看他的三分球能力 到50平分了 我們稍微來練一下手感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 他投完條是還可以投的阿 我們看一下 很接近但是我覺得 有了有了 他現在還沒有熱區阿 如果我有哪天把熱區練出來的話 他是真的可以投的好不好 很接近很接近但是他都不綠的 真的是哭阿 唉唷綠了阿 終於啦 終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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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要他綠多難嗎 可能五球裡面偶爾會中一球阿 但我看脆讓他打內心好啦 我感覺他內心打起來會舒服一點 他扣籃好難好難按喔 沒關係 我覺得運動能力還沒有完全起來阿 但還可以阿 基本的灌籃是可以接受的 今年來看一下是誰來對決我們 今年是金鐘勇士隊 喔 今年金鐘勇士隊有點起色了是不是 哇 他們直接換成麥克康了耶 斯德芬克里直接不見耶 民營蘇達灰狼隊 斯德芬克里直接去到那邊喔 OK 我們來看一下 應該金鐘勇士隊他們很難贏得過我們阿 1比1 2比1 3比2 3比2 好啦 過了過了4比2 接下來是去年的金塊隊嘛 金塊隊今年 一樣 伊巴卡加上這個Collinson 然後Dame Lear已經不到81平分了 長得還行阿 再來下一輪 1比0 2比0 3比0 倒地 欸 今年不要奧克拉克買連隊好不好 我覺得打他們不會很好打 看一下 阿還是雷連隊 天瓜跟Westbrook之外還有誰 這兩個人的話 我們是還可以接受的好不好 1比0 2比0 那麼光內線防守就輸產阿 這不用講的阿 哇直接 就金鐘勇士隊那邊還難大一點點阿 所以我完全沒什麼好說的 好今年賽爾提克隊 Dewall Howard 哇電風時期Dewall Howard 加上那個 Jeff Green JJ Reddick Denis Schroeder 這個閃點是不是預言了什麼 好來看一下 1比0 2比0 3比0 兩個字 屌打 好不好 直接來看一下 我們最後拿總冠軍的那一刻阿 唉唷 唉唷 感覺起來有點點 沒有沒有沒有 最後還是我們拿下來 唉呀 唉唷 就想不到怎麼輸你知道嗎 籃下 直接開罐 10分8籃板 每一個人都會淡季我們的這個 Chris Paul阿 那我們的Kentr就有 得分能力出來了好不好 籃下 哇 小球 就無論如何阿 讀外號的能力還是 不容小覷的阿 哇 空中直接甩狙耶 哇 帥到爆炸好不好 哇 在空中直接轉了一圈上籃 HOWER 中距離 他 喔唷 突然HOWER會偷懶耶 來是Kentr 再給他是BATTLE 再給他是WARTEN 哇 大家一個人 終究孤掌難民好不好 上去 嗯 他內線對抗性不行 我認真覺得是這樣 中距離跳投 沒進 內線再一顆 上去啦 好球 就不得不說難怪我們這組合能屌打對手 你知道 就很舒服阿 我們替補還有這麼 這麼神奇的組合 Livenston 加上這個 Yanis 內線 開罐 舒服阿 聖牙初期就拿到總冠軍 多麼舒服 好 只有4比0拿到總冠軍 哎呀 有他的爵士隊真的是 太強了好不好 爵士隊 離總冠軍 只差了一個 Joy Smith 還有Chris Paul 總冠軍 Woo Woo Chris Snyder 舉起了冠軍金杯 最後的FMP 當然 得還是我們的 Chris Paul 再一年 再一年 來 今天都會浩倫拿下34分 14籃板 4抄劫 1主攻 那今天表現已經算是 可圈可點了 那今天Chris Paul 拿下23分 3籃板 7抄劫 4抄劫 這防守能力 然後可以看得出來 Yanis Combo這邊也是出落鋒芒 拿下14分 1籃板 3主攻 然後我們的MX Candid 拿下12分8籃板 然後我可以跟你講 今天我們又可以拿下 一堆鬼怪了好不好 因為今天我們又有犬又犬了 欸 狀元籤 舒服阿 今天我們的狀元 Johan Bean兩個選一個的話 我自然而然是選擇Yokage 這個是不用多想的 但 我自己覺得 我的理解 我會把Yokage給交易掉 原因是在於說 今天畢竟我們的主角 還是我們的MX Candid 所以我不會讓他留在我們隊伍之中 好 先把他要過來 選下去之後 直接現場宣布交易 我覺得我們隨便要一個人 都可以 讓我們這個組合 變得跟鬼一樣好不好 我這邊最後打算是用 馬克比斯里加上第十順位 來換這個 第十順位的話 我們加一個 Aaron Golden 或者是 Jurius Randall 再要他來 然後我們還有什麼可以要 Mark Smart 或TJ Warren Zack Lavigne 也是可以選擇的一個球員 但以當時的 球員報告來說 可能啦 Smart會是我們需要的 今年我們大滿冠 直接啥都要來了 好不好 然後我們本賽季就留個 Sean Lambson就可以了 850萬 又拿總冠軍 又有替補球員 我跟你講 一切都在我掌控之中 好 今年的話 Chris Paul下降一點 然後我們的 John Smith下降一點 但是我們Yanset Combo上升的 4點 還有我們的Cator 也上升到了82平分 現在場均得下18.8分 然後11.9個籃板 整體能力上的話 已經算是 生涯最高了吧 給他精美的得分能力 速度上雖然有所下降 但是至少潛力值也有逐漸的上升 好 本賽季由於這個人才眾多 我們應該會把這個Smart 代替掉Cowell Paul 然後第10孫位這邊 Juras Randall 我覺得這個打到第11孫位 就有點難囉 今年我們繼續來到期中 我們來Kina 最後的話 我們能不能拿下一個3連8吧 好 現在來到期中 今年的話 感覺起來分區僅僅只排第7名 是不是我們把太多人員分散了 這不是一個好事情 所以我們這邊必須集中起來 你需要更集中一點 好不好 這個組合必須到達最高頂點 好那我們來想一下 要教一下哪些球員 先發這個組合 自然是不用動的 那我們 我們Beesley跟... 我看一下Leviston 他能夠換到85評分以上的球員 我們就一定可以接受的 飛騰的話至少是有一點三分球能力的 他至少是可以投的 那不像Leviston他這邊是完全不想給任何投籃的一個選擇 你知道嗎 他至少是可以投的 好 我們這樣換是可以接受的 Smart這邊打二號位啊 其實就光以防守評分來說的話 他跟Tony Allen是有的比的 所以我覺得 這個組合這樣子是沒什麼大問題的 所以我們最後一年 我們就直接來到寂寞吧 好那現在的話我們來到寂寞 今年又是你 連續出現了在我們影片的這個... 欄目裡面三次啊 那今天的話 Kaleezza是拿下我們最有家的球員 Yukic 最佳新秀 Rimbus主加第二號人 最佳放的球員Dwayne Howard 然後Brian Roy最佳聽不講 那本賽季的話 我們戰績就... 沒有... 上個賽季這麼強了 但...也無所謂啊 哇 NAS的COMBO居然擠掉了Golden Hayward 那... 表示了一件事情啊 NAS可以達到... 我們的四號位了 然後NAS Kander現在已經來到了這個... 83評分啊 好不好 雖然三分球能力沒有有所起色啊 但他進攻上面的能力啊 是絕對沒有任何疑問的 今年來對決丹佛金塊隊啊 金塊隊這邊... 應該跟去年差不多啊 我們來看一下 今年... 1比0 2比0 3比0 原來是3比1 4比1 OK 那今年修衛盾火箭隊 還有Germus Harden 然後加上艾薩托瑪斯 喔 David Lee 這個組合有料真的 就是火箭隊 1比0 2比0 3比0 欸... 一切都是浮雲 我們戰績越差 欸... 就是... 淘汰越快 一個是西區第三 一個是西區第二 在我們眼裡也是... 浮雲一般啊 我扭二郎的T5隊居然讓二的追似欸 最猛就你欸 T5隊... 當初是... 差點有機會可以拿到我們的 我們看一下今年這個... 那怎麼Davis還是在... T5隊呢 難道是名單錯誤嗎 那... 那沒關係啦 反正... 目前為止啦 Kender是比Davis還要再強一點點的 但... 我也不知道... 再過幾年之後會怎麼樣 那... 今天T5隊1比0 2比0... 2比1 有點不妙喔 有點不妙喔 我來看一下 角色隊能不能... 轉手為攻喔 感覺可以感覺可以 2比2 2比2 哇... 說實在我覺得不能輸在T5隊這一關啊 T5隊這邊... 他們感覺起來雖然蠻強的 但至少... 可以嗎 欸... 下去... 不是啦 我覺得他們真的是差點把我們淘汰掉了 哇...Kender16分16籃板啊 這個...Kender是大於我們Davis好不好 唉唷... 感覺... 會很接近喔 最後兩分鐘 了解一下 我們現在竟然是打雙塔 但... 也在那個時間點是可以理解的 好... 第二位... Ansen Devis 彈一下 欸... 他這樣子沒有走步嫌疑嗎 看起來是沒有啦 來的... 擋拆 彈一下 直接勾手上去了 跟鬼一樣 他雖然內線防守不行啦 但是... 超級跟阻光都還算是正常範圍之內 好... 卡拉斯 這邊... 哦... 隻手周天坦千 掌拆 哎呀... 突破 而且... Coway Paul直接來一顆 唉...球沒有進 我們不用能夠守得住Davis啊 但至少能夠讓他... 盡可能的不得分就好了 欸... 好可怕這人 Davis是無事於防守的一個進攻能力耶 掌拆 好可怕 空中接力 舒服 只有42秒 完了 這個感覺起來會進喔 好焦好焦好焦 好焦好焦 好焦 現在是換上先發 喔... 國人哥奧登耶 但奧登畢竟現在能力也沒辦法像之前那麼強了對不對 喔... 好球 而且藍白 我沒有被喊MVP啊 這個有點可惜啊 但今天... 確實啊 他算是... 能夠贏下這場比賽非常重要的功誠 最後的話是92比85 我們贏下這場比賽 並且晉級到下一輪的比賽 喔... 上前握手了 S&Davis表示 你給我滾 老子三年後屌打你 沒關係 現在是我的 未來是你的 今天Kent拿下25分14難的 1主攻1超級啊 Chris Pro今天拿23分 2難版6主攻4超級 最後的話是要來對決OrlandoMagic 哇...真的是名單錯誤耶 這個Davis已經93評分了耶 好...最後的話我們直接看一下 1比0 2比0 2比1 3比1 最後... 你... 剛剛... 有試圖想打敗我對不對 Davis 你... 再...給...我...下去一次 好不好 唉唷 不對不對不對 感覺不妙 想想猜猜嗎 對阿 轉身 火鍋鍋爛 時間到 0.8秒啊 我一定是可以手爛他的 哇...真的可以投出來 酷啊 來來來來 接上接上 肥盾 擋拆 空中解力 輸出服服 絕對的進攻機器好不好 籃下不要籃下不要 手 好球 一球防守非常之到位好不好 籃下輕鬆上來 好球 哇...這個擋拆直接把人家擋到一個... 北太平洋去耶 籃下 爆夾 嗯...這個沒辦法守不住 繃不住了繃不住了 換 有囉 爛下就直接灌了 哎呀...差不多 那...只能犯規 我們這邊還是... 盡可能的以兩分得手為主啊 三球 哎呀...進 好球 欸...這個...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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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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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沒有改 這真的沒有改 哇幹...這樣能進耶 這個能進我自己都嚇一跳好不好 一分差距... 幹... 不是...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沒有... 我沒有罰球了啦 哦... 欸...那個超劫之後 我搞不好有機會可以這個... 上面就絕殺他們耶 啊...我的錯 啊...兩分都進 啊...我的錯 啊...我的錯 來一個 哎呀...最後沒進 我...是...自殺兒啊 幹... 好啦...那最後 Texe Avis拿了27分 Davis拿下26分 那今天Chris Paul拿了27分 然後我們的 Anscender拿了26分 巴拉板 以主攻的表現 好啦...最後我覺得 我們應該是能拿總冠軍的啦 應該...可以吧 哦...可以可以 因為最後我們拿了這總冠軍之後的話 應該是...三連霸 直接達成好不好 最後的FMP 是我們的 Chris Paul三連霸 Anscender也來到83分 那...在本賽季的話 是拿下...我們的... 場軍啊 18.3分 8.6個籃板 0.7次助攻 0.7次助攻 0.7次超級啊 三分球命中的話 有一點點微微下降 但對我們而言的話 無所謂 他能夠投我 對我們來說都是好事情啊 好啦...最後的話 還是要感謝一下Anscender 對於人權的一個發聲 那我這邊也是希望 波士之下提克隊願意 讓Anscender 多一點上場的時間 就至少讓他能夠 開開心心 快快樂樂的打球嘛 好不好 好那以上的話就是我們今天這個影片 如果各位喜歡這影片的話 別再寫下方電鈕 並且可以想像是觀眾朋友們 最近我們都看得到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